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29日 今天这个节目来谈谈国内的官场 反腐败的形势 也就是关于内斗的情况 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进展 今天是人民网 新华网 还有这个中纪委网站都同时公布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任华 被这个开除党籍和公职了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6月1号 这个消息就已经披露了 中纪委监察委宣布 认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纪律审查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纪委对他采取措施 那么监察调查什么意思呢 就是监察委 其实就是两个牌子 一伙人呢 都是中共党内高官的权斗 这也是先搞家法 家法论事 那么现在是什么 算开了 从现在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老余塞 你不懂啊 我告诉网友们 这个在这个算开之前 肯定是待遇比较好 找一个小宾馆啊 招待所 或者是度假村 也可能是这个酒店 这个 各方面设施都是非常齐全的 这个只是没有自由 房间里面 这个墙壁啊 都是包装 都是特殊包装 桌衣板凳 这个灯家具啊 这个窗户上的栏杆凳 防止逃跑 防止自杀 因为从来这个没有被监禁过的人 忽然间失去自由了 心里很痛苦 很容易就是轻生 轻生有的时候就从那个 卫生间那个窗户里啊 跳出去 结果这种情况大量存在 所以呢 那酒店那个 那个窗户和一般酒店不一样 你根本就是没有逃生的 没有空子可钻 那个窗户是带篮杆的 特殊酒店啊 这种场所 总共为了抓人啊 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像任华他属于 副部级干部的 对吧 这个应该讲是 这个中纪委管的 中组部管的干部啊 你想肯定是 这个刚开始待遇比较不错 这个吃饭啊 喝水啊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从现在开始 他是六月一号 那个这个调查的嘛 失去自由的 那么到今天为止 那就双开 就移交司法机关了 从这开始 开始很可能就 降了一个了 比如说以前这酒店啊 小宾馆 现在就给你找 招待所 或者培训中心 甚至有可能 看守所 一般的看守所 只是在看守所里 给你安排一个 这个比较好的房间 这个四五个人 比如说那和和他住在一起 那个房间那些人 都有可能是 警察犯了错 犯了罪的 排除所的民警啊 行费受贿的 或者寻思忘法的 或者是 公检法司的一些人员 再加上这个 有头有脸的 有关系 有后门的 比较特殊的 这样的一些 寄压人员 甚至为了套取口供 他可能故意找一个 这个做这个污点政策的 和你一个房间 假装就说 这个无为不知的关怀你 和你 这个一见如故啊 整天在一起谈 谈话呀 无话不谈 尤其是女人嘛 爱这个交流嘛 这个交流过程当中 你不深 讲述你以前的犯罪证据 可能就倒霉了 那个人就调走了 就立功表现去了 你就卖 被卖了 他这个情况 目前这个情况 寄压情况 发生不一样 这回我讲的 有罪罪 切克实际的 那么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寄压场所的改变 待遇的降低 那么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搞 反腐败 那么任华肯定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 腐败问题 货人家事 这个经济问题 由于政治体制造成 官员收留权力太大 你像他本人 这个自治区的副主席 有一段还兼任 这个新疆自治区教育厅党总书记 2018年8月 2017年是 这个8月 接任 中共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这个宣传部服务上 等 一个人身上 煎这么多的职务 肯定是容易反臭 诱惑太多 这个权力太大 别人求你办事 办完之后 那不太意思意思 讲究讲究 送点礼 送离在新疆你那个地方 你送点土特产 人家看不上 就是钱 甚至黄金 金银首饰 因为他是因为女性 这个长此以往 共产党翻脸的时候 就会算中战 由于他本身呢 这个是82年 这个86年毕业嘛 一直就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办公厅 秘书一处工作 你看 历任了这个 信息处啊 这个主任客员 后来是自治区 办公厅督察处 主任客员 再往后呢 是党委 办公厅信息处处长 再往后是乌鲁木齐市的常委 然后在乌鲁木齐任职 担任宣传部里部长 那么后来 13年又是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 党组书记 副厅长 那么17年到18年 又兼任宣传部部长 18年以后 自治区副主席 那么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 又是自治区文化厅 党组书记副厅长 你说这不害他吗 一个人都是有七心六欲的 见到钱都想拿呀 见到色都想看 对不对 那个 这个都想有物质享受 这个诱惑太大 你想给他几个职务 三个职务 这太可怕了 害他 那么 共产党算总帐 从他参加工作 我看是 86年毕业 一直算到这个 2000年 你算什么 搞不好犯罪金额 可能上千万的 有判 会判这 15年以上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这个 刚才讲到是经济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 货人架势 第二呢 内斗的牺牲匹 搞不好 他是不是 这个是陈全国 比较喜欢 那么这 在陈全国之前 新疆随在那当官 这个张春贤 对不对 有可能 这个也是派系斗争 因为陈全国是 这个李克强的 这个 关系比较密切的 曾经在河南的时候 两个人合作了 这个 五六年 这上一次我讲过 就会重复了 大家看个简历就知道了 对应一下 那么习近平肯定担心 陈全国如果再这样干下去 封疆大理 干了好几人 鞋子西藏 然后 这个 新疆 对不对 都是少数民族 聚集的地区 这个 公告盖出了 不好安排了 又是李克强的铁哥们 习近平肯定想整啊 那张春贤 张春贤也不是习家军 习近平说不定也不满意 对不对 何况张春贤和周永康的 这个老婆 情妇 孩子 张春贤的媳妇和这个 这个周永康的媳妇 都据说是铁哥们 铁子们 你想这事 所以说 这个任华 也是派系斗争的一个习中心 那么有没有可能 在审法下去 挖这个陈全国 把陈全国给抓了 也有可能性 不能排除 因为习近平准备在 两年后二十大 那要搞终身制 那肯定要铺垫 把这些都给他 关到大牢里去 自己就放心了 然后安排自己的人马 顺势而上啊 纷纷占领这些高地 新疆是高地 经济高地 而且又是 避临这个边境 这个又是 习近平在军事方面 这个 那是首选的地方 对吧 上一次 十九届五中全会 为什么不让陈渊国参加 说不定 现在就已经软禁了 对不对 在调查 这个任华 不过是第一步 先把你这个 助手和你关于好的 擦一擦 此外还有个特点 女性嘛 对不对 女性在官场上 有很多领导干部 都是在床上培养的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不言自自明 权钱交易 加权色交易 有意思说可能性很难 很难讲 也可能没有 但是你看官阳文章讲的 那都是冠冕堂皇 警察 任华丧失 离前心念 背弃出行使命 对党不忠诚 对党不忠诚 就是对习近平不忠诚 对不对 这个 处心积虑 对抗组织审查 就是不如是交代问题吧 大搞民息活动 可能是信佛教 还是信基督教 或者是信什么道教 反正是不信共产党 这是一个 这个接受可能影响公正 执行公务的宴请 购物 别人请吃饭去了 算什么事 鸡毛蒜皮事 这个购物 可能给购物卡 比如说给一万两万 给你个卡去买东西 高档美容的奢侈品 给你点什么 这个女人用的眼影 口红 润肤霜 等等 这还有意思 再就是 违规出入私人会所 可能有些女子 健身居留部里面 按摩 这个着脚男生 翘翘背 握握腿 或许还有别的服务 也可能 是不是 违规收受礼品 这可能看收什么东西 这个新疆不有那个和铁玉吗 那你收份玉 给你算算 就加上这 这个也是很难计算的 很厉害 还有不按规定报告 有关事项 可能先生孩子 移民还外了 被报告当中是 乐观的 两面人 违规参加 参加自罚成立的校园会 你看 因为他是 我看到网络的消息 他是新疆大学 中文系毕业的 大学生 这个 搞着同学会 同乡会 邀请他参加 就不参加也不好意思 当了官的 还想显微显微 是不是 就像向羽讲的 当了官以后 要不回家乡 就像穿漂亮衣服 在夜间走路一样 这女人嘛 都虚荣 这是处事 校友会也成了罪状 违规放贷 还把自己的钱 带出去 你说 多贪婪 有钱就好好藏着 出去带 那不更没卷制的 这有意思 获得大额回报 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 大额 钱款牟利 还借他管的 这些防保面面的企业 给他钱 钱就这意思吧 把公权利益当成 募取私利的工具 那哪个当官不是这样 是不是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企业经营 工程 承拦 土地 转让 这方面 收取利益 就说明他的权利太大了 什么都管 你现在当学生部长 当教育厅厅长 副主席怎么还能管 这企业经营 下面有企业吗 还要搞工程承担 承来 还要土地出让 也说了算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当官 现在这个权利 没有约束 什么都做 这是同地 政治体制造成的 最后有冠冕堂皇的 讲说是 根据什么 中国共产党的 处分条例 整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公职人员的 行政处存法 其实这都是家法 共产党本身就是黑帮 黑帮的帮鬼 先帮鬼处理下 然后给你送到大牢里 总之吧 这个人 人生的上半场结束了 共产党让你上半场当官 下半场就给你送到监狱的去了 而且搞不好还关在新疆监狱 新疆监狱很苦啊 南疆北疆 月间跟我关押在一起 有一个老御游子 坐了20年的牢 他坐在新疆转过来 没事的监狱 应该给我讲新疆监狱的故事 几天机也听不完 但是这个任华看来 这个仕途是总结的 那由此能不能 赚足让他这个监局揭发 陈全国 这个张春贤等了 其他的官员 有这种可能性 就像重新抓那个 这个沐华平和这个河庭 目的是要他们坚决揭发 孙政策 对着立功表现 在这每天就坚决揭发 终于把孙政策送进去了 所以他们俩没判了 没判也是这个降级 我估计现在可能也是软禁起来了 中共就是这样在内斗 非常惨烈 这是一场这个 中共党内的从未有过的 大规模的 肃反肃贪运动 很多人将 这个被关到监狱里 开始人生漫长的铁窗生涯 今天的海外企团节目 就到此节目 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